掌握财经市场脉动 找到成功致富关键 欢迎收听投资理财王 分析师精准的眼光 带您纵横股海投资好股票 让您轻松成为股市长胜君 致富关键就在理财 本节目由News98与理财周刊 共同直播 轮源 严义民 急如风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稳操胜券 轮源投顾严义民首席分析师主角 109年金管投顾新字帝010号 欢迎听众好朋友 准时收听每天下午3点的投资理财王 我是齐真问候大家 哇 太古呢 今天疯了耶 好开心的疯啊 今天是大涨了532点 指数来到了20131 成交量的部分是4275亿 这还没包括盘后 家人指数大涨2.71个百分点 归买指数的部分也涨了2.36个百分点 哇 一片红彤彤 细节上到底怎么看 还有什么近期的这些股票 应该都有赚钱 非常开心 非常恭喜 赶快的邀请专家 邀请轮源投顾 首席分析师耶安明老师 老师好 News98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 我是人员投顾首席分析师耶安明 严老师 很高兴的大家持续的收听 严老师的一个在News98的一个广播的一个节目 我相信从这个两个礼拜 这个所谓听老师的广播里面 我相信老师一步一步的来帮大家来做出个推敲 那目前为止的话 完全的验证 那我们今天的话还是要把行情 对于未来的行情继续的 要来做出个研判 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当这个大盘开始回档修正的时候 严老师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进入到超跌段 都是事先讲的 那时间点的话来到4月23号 成交量萎缩到4000亿 这个地方出现所谓的凹动量 完全的验证了 那包含4月19号 4月22号 这两天的话 融资一共大减了80亿 包含昨天的话 融资也是减少了4亿 这个地方从马面开始干净了之后 那今天的一个盘式里面 开出来我们开盘Buffer里面的三点高盘 三点高盘的话 就是一个所谓的多方供给的一个盘式 所以说今天的成交量放大到4200亿 以外 那今天的话也大涨了532点 完全的跟我们之前所预估的 是吻合的 那投资们最想知道的就是说 老师明天还会不会涨 我的预判是明天还是会涨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说未来的形态里面 会出现两种现象 两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就是说 他会去挑战前高 然后就开始回挡修正了 这个叫测前高 另外一种的话是符合投资人的预期 就是说大盘 它超跌之后 那后面直接走V型反转以后 那直接的带量上攻 那我相信投资人应该是喜欢第二种 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判别 那经过研导师在股票市场 20年来的经验 那我不需要去做出一个判别 我在盘中的话 我的应变能力绝对可以带领我的会员 可以做到一个把获利不断的扩大 把损失降到最小的一个所谓的稳件操作 好那跟大家先报告一下 那当然我们今天的涨停满加速是 大概是44加对不对 那盘老师股票当然今天一定要亮晶晶 对不对 好那老师股票不止亮晶晶 那还有一档股票是再创破担新高 那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盘老师送给大家的雷虎 包含隆德造船 还有系统 还有四号的一个亚航 还有今天亮晶涨停满的一个操纵 我再念一次 你拿到雷虎的隆德兄弟的系统的 包含亚航的 包含操纵的 你跟着盘老师操作 甚至说你是盘老师会员的 目前为止这五档股票 会员都有操作 目前为止这五档股票 都有送给我们news98的投资人 那这五档股票创造了一个记录 他叫做五连霸 也就是这五档股票 目前为止 今天收盘价格员的话 我们通通都大赚 如果说老师的简讯 你按照我们的简讯来操作 如果说你有赔钱的话 欢迎你 直接拨打电话到我们公司来 我再讲一次 雷虎兄弟荣德造船 包含系统 包含亚航 包含操作 按照我们简讯操作的 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损失 麻烦你马上跟我们的助理来做出一个联络 我相信我严老师这个叫公开验证 那今天有创新高的股票 我先跟大家先报告一下 那这张股票就是我们2363的系统 系统的话是我们这个三号标股 三号标股的话 在今天的话 这个上涨了5.5元 上涨了8.5% 在收盘价的话70块钱 它是再创了一个 多段的一个新高 那我们节目一开始的话 我们先跟大家来验证一下 我们今天的一个简讯的一个内容 像我的简讯的内容 能够帮助大家 能够帮助大家 系统的简讯的话 跟大家报告一下 是在中午的12点37分 发给我们的特别会 我在简讯面特别有强调 还会涨还会喷 这档股票是我们目前为止 多头的一个指标 多头的指标一般而言的话 它比一般股票要更强 我把它代号再讲一次 2363的系统 目前为止的话 我认为它还会涨 所以说我发出一个简讯的话 我是请我的会员 持股虚报 这个请放心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公布 我们今天四档股票的一个涨停板 四档股票的一个涨停板 有人可能是今天第一天听广播 他可能不是很清楚 说严老师的一个广播的一个节奏 我跟大家先稍微的报告一下 就是说我们会员手中的股票 如果说涨停板的或创新高 我们会在我们news98的一个频道里面 会做出一个公开的一个验证 这个地方包含你的会员等级 包含你的时间 包含这个严老师一个诚信的一个服务的话 我相信的话你都可以的 只要你是严老师的会员 你都可以来验证 我们今天验证的第一档股票 是这个6230的尼德科超纵 时间点是在早上9点07分 好他已经量增涨停板了 我在简讯里面我讲得非常清楚 他是日周月线黄金交叉 那挑战300块钱的一个关卡 加老师一点都没有改变 那今天的话是礼拜三 祝大家周三愉快 我也想请我的会员 手中有尼德科超纵的你持股续报 你就一张都不要卖 好那今天尼德科超纵的话 今天涨多少涨22.5元 老师要恭喜我们两级的会员 包含这个尊隆跟清代的 那第二档股票其实投资人 在我们广播节目里面 应该都有听过了 他是代号3287的广环客 广环客的股价其实之前非常标 那近期以来的话 他有稍微拉回正当 稍微修正一下 其实股票的一个操作里面的话 他不跳脱三个步骤 第一个是底部起涨 那就是走上所谓的大多头 第二个叫做空方走势 那这个广环客的股价 它是属于一个震荡整理 但是多头走势还是没有改变 所以说在经过震荡拉回整理之后 在今天早上的10点05分 我们发给单股会员广环客的一个简讯 我说这档股票的话 它亮成涨停板的 代表它洗盘结束了 洗盘结束了 那有广环客的投资人 你持股续报 目前为止中继整理已经结束了 中继整理的话 就是说股价有创高 拉回稍微修正一下 但是它是属于一个强力的支撑 请准备了 要准备做第二波的一个上涨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档股票涨停板 那三个的族群今天强不强 当然是强啊 对不对 你看到很多三个的族群 那双红对不对 还有所谓的这个旗红对不对 它作为代表嘛对不对 但是这两档股票如果说你没有买在低档区 那你就应该去买这个低档区的这个散热股对不对 我在讲应该对吧 那其中有一档股票的话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买新的是6188的广民 时间的话是在早上的9点52分 它就亮正涨停板了 那广民的话今天大涨了8点3元 我在9点52分我发了一通简讯 给我们的尊荣跟清淡 我认为这张股票是属于一个目前为止 它已经震荡整理结束了 那亮正涨停板 那你就做到一个持股续报 要卖的话老师一定会通知你 那广民的话其实在早上一开盘的话 就开得非常高 这个中心有拉回 你都可以上车 你上车成功之后的话 这档股票它就呈现所谓的多头的一个走势 多头的一个走势的话 第四档股票就是做散热的 叫做3338的泰塑 泰塑今天涨多少看一下 它涨了6.6元 广民是涨了8.3元 那泰塑是涨了6.6元 那泰塑的一个股价 其实在早上一开盘的话 刷67.8 一直到涨停板73.3 这个地方你绝对有机会会去买到 那我今天的话 要恭喜这个有泰塑的 为什么恭喜 因为它今天涨停板锁了2万多张 成交量的话只有7000张 这涨停板锁了2万多张 这个地方其实的话 它在之前的盘式里面 都是呈现所谓的震荡整理 那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周KT的话开始翻扬了 就是说代表说 这个股票在未来的走势里面 它应该还是会大涨 那如果会涨的话 会在什么时候 应该会在明天 为什么 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股价的一个操作 大概有分做三种 一个是大概就大涨小回 对不对 另外一种的话 它是连续的一个 一定要补量上攻 我们看到今天的成交量 是7000多张 太硕了 昨天成交量是1100张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成交量 它已经开始补量上攻 补量上攻 如果这个股价又有突破的话 就代表说 它多头的格局已经成型了 那今天上涨6.6元 明天会不会超过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从今天这个掌停板的 加速来看的话 加速来看的话 高达2万多张 这机会性是非常大 那这档股票是我们单股会员的 单股会员的 那老师今天帮大家公布了 四档股票掌停板 包含广环科广明 泰塑尼德科操纵 这四档股票 都是持股虚报 那系统 系统的一个部分的话 今天是再创一个 波段的一个新高 新高的话 我相信 应该都有收到老师的简讯 那收盘的话 收到70块钱 今天大涨了8.5% 一张都不卖 那相信严老师的操作 应该是可以让大家很满意 那我们来聊一聊 那在这个月的话 我真的是很想帮助大家 所以说我一连的 把我认为最厉害的股票 最会标的股票 我大概在两个礼拜之内 前后的就是送给大家 让大家来验证 那我也不知道说大家 有没有收到老师的礼物 那如果说你这五连霸的股票 都没有拿到 那当然我们还有准备一张股票 那就是你今天就是好好把握了 好把握 而且我今天为了要帮助更多的人 我今天的话要破天荒 要做一个动作 等下我们的这个提升的话 会在这个广告时间里面 跟大家详细的来做出一个说明 至少你现在验证到了 什么叫做超跌以后 必有超涨的一个利润 但是你要记得 超涨的利润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破底船头 来自于个股上面的一个喷出 那我不知道说 因为你们对基础分析了不了解 如果是很厉害的一些投资人的话 如果说他能够破解这个破底船头的一个意义的话 包含形态学 他都很了解的话 我跟你讲 这种投资人真的是很少 但是这种投资人的话 就是在股票市场里面的大赢家 他绝对不是小赢家 他绝对就是跟严老师 同样是pro等级的 他绝对是大赢家 那如果说你老是看个股的话 当然你可能会成为赢家 这个时候的话 就要看你手中股票的一个表现 那比如说 我们的系统应该目前为止 获利都超过了20%以上 我们的操纵 尼德克操纵 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也做了两次的一个操作 那至于说8033的雷虎 对不对 那他创新高 我们一直不卖的原因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因为他还没有涨完 还没有涨完 那今天的隆德造船 我们不只做两次的 那跟大家透露一下 包含亚航在内 我们因为我们买的够低 所以说他什么震荡整理的话 好像跟我们都没有关系 那请记得目前为止的大盘是 融资连续的减少三天 那融资总共大减了84亿 融资目前为止的余额在2770亿 严老师都会专注的来帮大家盯着我们筹码面的一个判断 那请记得下个月的话就是我们520 520有没有行情 你从今天的盘式里面 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我这边要先呼吁一下 那AI股会不会涨 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去猜了 你不要看到今天的齐红 广达 陈琴 双红 都亮灯掌停板 包含这个威盛 对不对 也是亮灯掌停板 但是威盛是赔钱的 其他市场都是赚钱的 你这个地方操作不是看一天 不是看两天 大盘一定要看趋势 一定要看趋势 那如果说你手中这个齐红 广达 琴城 双红是有赚钱的 那老师恭喜你 那如果说你没有赚钱 就代表说你之前都可能 去做出个追价的一个动作 这个地方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那今天最弱势的 3443的创意 今天也反弹了 对不对 还不错 今天的话上涨了5%以上 但是这个地方要站在卖房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反弹 包含这个6415的CDKY 它的股价的话 目前为止进入到第二波的一个反弹 这个地方的话 逢高还是要稍微的 要去做出个调节 为什么有些股票是 涨停板 像CDKY是涨停板 为什么老师会叫你出 因为它的趋势上面的话 是属于一个整理的一个形态 这个地方的话 你还是要听从 严老师的意见 2388的威慎 我跟你讲 你绝对不可能会赚钱 除非你买在最低点 118块钱 你可能买在最低点吗 不可能吗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的话 130 我告诉你 贪不了 就算你买在最低点 118块钱 那今天130 我跟你讲 你真的那么厉害吗 我不相信 如果说你今天有人拿证据给老师看 你是买在118的 今天赚113的话 严老师请客 我讲到一定算数 我为什么这么有把握 就是说 投资人操作的习性 我太了解了 当股票在跌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会说想去买 当股价在涨的时候 他心情是非常恐慌 要不要卖 要不要卖 对不对 你就像台积电 台积电的话 之前的话 打电话进来的 严老师请他稍微调节一下 是卖在800块 那你今天的话 台积电还是很强 走所谓的岛形反转 那他目前为止的话 只有783块钱 我不是说台积电 他不会涨 但是这个操作上面 一定有节奏 我这个地方 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台股的话 未来有两种走势 第一个是破底穿头 直接再上破代新高 一个是跌升反弹 要做形态上面的 一个侧前高的一个位置区 我相信我在这个地方 我敢讲这个大盘 走两种形态 这代表说 我对于外的盘式里面 我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那投资人请注意了 今天节目的重点 我跟大家把握一下 那超跌之后 进入到超涨的利润 我相信你已经完全验证了 好不好 这个地方是不用钱的 那后面的话 到底是走破底穿头 还是走个股的一个大喷出 麻烦你 一定要跟上盐老师的脚步 你未来的操作 就是要买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这个股票里面 包含520干年股 但是盐老师千叮零万叮零 你的资金一定要做出一个 非常严格的一个控管 我是叫你买的少 我是叫你多买一点 股票要多买一点 档数要减到最小 可能只有两档 我认为比较适合你 比较适合你 那我们手中的话 还有一些股票是 波段的黑马股 还有一些就是说 它可以呈现倍数翻的股票 那盐老师也不知道说 你喜欢操作哪一类的 那如果说 你对于我们手中的股票 你有兴趣的 你愿意一起来共襄盛举的话 那当然我非常欢迎你 我先讲第一种是 波段大黑马股 你买下去以后 可能就慢慢的跌高 那未来来到主身段 你卖掉以后 可能就会赚到20% 30% 那另外一种是翻一倍的 翻一倍的股票 当然你要买在起长点 如果说你没办法 买在起长点的话 你只能等它 来做出一个拉回 那今天的话 涨停板的加速 非常非常多 44家 我们就占了4家 还有一档股票 是属于一个 创普段新高的 那新的股票 盐老师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那如果说你也准备好了 那就麻烦大家 一定要共襄盛举 我这个地方 跟大家先讲一下 航金来了 你就好了把握 把什么准备好 把钱准备好 把胆子准备好 好不好 然后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军工干净股的话 我们手中还有两档股票 叫隆德 赵船跟雷虎兄弟 这两档股票 我认为到520之前 都是还有航金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 一张都不卖 这个地方请大家 稍微了解一下 广环科目前为止也没有卖 我们认为正当整理之后 未来还是会大涨 今天提醒大家 PCB的族群 未来有机会会大涨 因为如果说电子股 开始到第二季以后 这个所谓的订单的一个能见度 开始增加的话 那PCB的族群的话 它会领先整个大盘 它会领先整个族群 那今天你看到3037的新兴也好 之前送给大家2316的男子店 今天的话都表态了 那台药的部分 今天也上涨了6% 南店的部分的话 目前为止的话 底部也开始翻扬了 所以TCB族群里面 有一档股票还不错 还不错 那今天尾盘急了竞价 那最后一档的话 有1199张 我认为这档股票的话 可以请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在节目里面的话 我就不大方便 透露太多 那恭喜我们所有的会员 包含进来拿我们资料的 五连霸的股票 雷虎 隆德造船系统 亚航跟所谓的操纵 那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所有的会员都赚钱 今天我们有四档股票涨停满 广安哥 泰塑 广明 尼德科操纵 也恭喜我们的会员 那想要来一起验证的 我今天开放一档全新的股票 只要大家有跟我们联络上 完成报名的话 那未来这档股票 在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8点55分以前 我们就会请专人来做出个通知 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齐正 好的 好 真的是很恭喜了 好 这个台股很强之外 更重要就是我们的个股的部分 好 这个颜老师提供给大家的 一二三次五档股票 都大获全胜 好 那么家族朋友的部分呢 当然也是开开心心 这个满盆满波的 这个在准备数钞票这样子 获利的这个部分呢 就持续关注老师的所有指令了 有的呢 就是要赚多一点这样子 好 不要想太多 好 听众朋友 如果错过了这些内容的话 没关系 稍后呢 也有体验的股票要分享给大家 还有很棒的优惠活动 尽情掌握 实验关系就要再次感谢 论言投顾 熟悉分析师 岩宜明老师了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哇 真的非常的开心哦 好 岩老师呢 这个有五档股票呢 都来到了漂亮的位置哦 涨停板的涨停板 创破段新高的 创破段新高哦 完全的验证老师呢 这几天呢 一直给大家孤立的 超跌之后 就会有超涨的利润机会 如果错过了 欢迎你赶快给自己一个机会哦 颜老师开放 五月全新的标马股 现前十名 以拨打电话的顺序为优先哦 明天早上八点五十五分之前 就会有专人立即通知咯 机会难得 只有一次 务必掌握 02-2321-9933 当然老师也提供给大家 最棒的优惠活动哦 一个月的费用 02-2321-9933 2321-9933 大家一起加油哦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